花蓮空勤总队11号接获通报 台中市雪山圈谷 一名女性山友不慎滑落边坡 右腿疼痛意识清楚无法行走 需要救援 花蓮空勤总队顺利完成救援任务 将人后送 空中勤务总队获报 有两名登山客在雪山圈谷 一名女性山友不慎滑落圈谷边坡 发行走 空中勤务总队指派花蓮空勤执行救援任务 立即派遣黑影直升机执行 抵达目标区后完成三次的吊挂 将特收及三换一名吊起 后送德星棒球场上午9点20分 降落德星运动场将三换交流地面救护车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凌桀综合报道